城市城隆農會伴侶各領只要做現實版有健康出現 出現的和料理DIY.5大主題課程 各領輔助朋友已經擁有參加 透過課程也來特久給做學生的家庭 因此也中心實在實在進行交流分享的家庭 輔助朋友無論他去大生 對著老師記得做回健康律動 課程所得來也有出現的 中途大家做回料理DIY 學習重新做法 各在享受補助共識的樂趣 這是山西城隆農會生班的 各領只補助現實版 總共分成五大主題 和輔助快樂學習出現心心靈健康 我們這個課程有規劃大概有五個大類 就是健康講座的部分 還有就是律動健康操 還有就是手腦協調的手工藝 還有料理DIY的部分 還有互助共識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活動呢 讓高凝者可以增加身心靈的健康 促進頭腦 對老人很好 以後不會老人痴呆症 因為老人痴或是年輕人 可以學得很多的才藝 因為譬如饅頭 那一般把這個處理 不知道他饅頭怎麼做 比較好吃 他的外觀會比較漂亮 所以今天想這個學 學到了我回到就行了 感謝浪費 給我們這個機會學得這麼多的東西 大學後做件事班 不一樣四代 葫蘆可以藏由客廳出現精革交流 恶新的宅家 在車帶著家庭做回分享 快到西宮 料理去歪歪部分 我們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有包括 就是傳承跟創意 傳承就是說 讓年長者把一些古早味的美食 交售給年輕的班員 那年輕的比較有創意 就把他比較有創意的料理 分享給我們的年長者 透過大家互助合作 然後動手一起做 然後一起分享成果 然後感受那個 溫馨快樂公司的感覺 山西雄龍會辦理的建築班 在山西白馬的家農場基盤 為期五禮拜客廳 幾位豐富利用 和鄉村富汝朋友提案到 助學習的嘉賓好友 大中華新聞 南文青山西 蔡鳳報道